翻译 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七月的天气真的有一点点热 然后呢 我们好多发言人们呢 就是在七月的时候 特别就是做了两场和艺术有关的活动 所以整个七月我们是以艺术为主题的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见面会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谈到法国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有愉快的一支艺术 那么有艺术呢 可能就是要有做艺术的人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们听到艺术家这个词的时候 就是你们能够联想到的词是有哪些 有多大的学生 高的方向和大师 大师拉伯帮你死的 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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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纯粹 浪漫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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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rst du Parc crazy 浪漫 霍的 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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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向 musique 计划 就是在我一开始之前 我也问了 smart 就是因为在这本辑 文化教人辑 nutritious 上有一篇团 edema 我会这本暂访 我会去跟他商量将他选取几小段 给大家你有一个最开头 然后我就开始一个听蒙姿拉的故事 然后我也说一下我为什么会问大家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会了解他的职业 然后在他第二部分讲述他创作的过程中让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艺术家和艺术家自己讲的是不是和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呢 框素艾斯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文名字叫伊飞雪 然后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伊飞雪 童年梦想终于实现 一位绿色头发和法国南部的女孩从小就对亚洲和中国有关的一切都感到着迷 即使久居家中 她的思绪也早已飞到了云端 梦想着一场异国旅行 十二岁的时候她买到一个中国武士造型的雕像 狮子泛着光 触摸她的时候还会摇晃脑袋 她曾经许诺一定会将她珍藏 至今这只狮子依然住在她国外的家中 这个小女孩后来有了一个中文名叫做伊飞雪 年轻时候的她并居在加拿大 2014年的有一天呢 她提交了一个艺术项目 在厦门的中欧艺术中心做一名驻地艺术家 这就是框素艾斯第一次和我们中国结缘 也许是明明中的缘分 在完成厦门驻地艺术项目后 她就收到了同年11月杭州的一场大型国际展览的邀请 她欣然接受 这就成了她第一次来到浙江杭州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她再次访问杭州 漫步在新湖 然后吃着杭州的美食 参观了两组大屋顶文化文物馆 这一次访问对于她来说 是对当地文化艺术历史的新发现 所以在2018年 她决定迈出一大步 申请来中国工作 之所以由人大附中和英国国王学院学校共同举办的 中西融合课程学校 人大附中杭州学校向她伸出了感知 那一刻她感覺整個世界都在告訴她,杭州就是她的一項神。 一個月內,打包裝箱,然後飛到杭州搬到了旅航區,開始她在中國生活。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我非常感動,我非常感動。 我今天要介紹的事情 我很想感谢 OK 唯有此课 所以我要開始 我 advocates 我 samh Tut-E-Syr 我借了在美国 我去年一位瑛益 我特别人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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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孟老师究章上在日本。 我担 verified17公司。 我先开始的第二个学生。 我优业学养学生和思语。 我彩興军这个東西。 我砍了通老师私底下,我们学举功证。 我们经过 teachingYa Nine . 做或不做 所以我開始思考那項目 所以我決定要做的角色 因為我想要去研究 我可以研究研究研究 但研究研究研究 我似乎似乎 我似乎是尊重的 我似乎是很缺乏的 在某種程中 我選了藝術 因為我可以研究研究 所以我可以研究研究 完全沒有階段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講解 我會解釋一下自己 我會解釋一下 為何想要研究研究研究 她是小學生在法國 在她年輕的時候 其實她是在加拿大定居過 在她還是青少年時期 她是一名理科生 在考完會考之後 就像所有的理科生一樣 都要面臨一個非常著名的問題 就是將來要做什麼 所以她就在想 我要做什麼呢 她就一直在思考 她是一個想從生日 去深入思考研究方向的人 那麼這個時候她就問自己 那如果我是這樣的 我的喜好是這樣的 我要不要就從事科學研究呢 她想了一下 覺得這個答案應該是不 為什麼呢 因為科學她的研究是定向的 那麼她希望自己從事的工作 是既有一個深入的研究 又是有無限可能的 所以呢 康斯瓦就決定 以後要做藝術 又和其樂器 開始 upbeat 再剪輸的研究 辯思考 我也提到沒有研究 geo是學科學 妳째子 很 amateur olf數字 我有一些学生并在高中学校的文化教堂 那一学校的文化,文化教堂 我训练了学校的文化 我训练了一次学校的文化 我没有 waiting 我一直一直在工具中学校的文化 当时,François把自己想要学艺术的决定,告诉了他的爸爸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也觉得有点失禁 但是之后,François还是按照自己的情况 就是进入高等学校,去大学学艺术,读完本科、硕士和博士 他之前说他是一名理科生 所以,那些理科中的思维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也是有深刻的影响 我做的,我们是在两个人的感觉,我们必须得更多地的感觉,我们必须得更多地面 在我们看的感觉,我们必须得更多地面 是一个表现的表现,或是一种表现的表现,或是一种表现的表现 我说,我没有看过了一种表现,但我设定是我的选择 所以我以为了解说是比较更加在身体上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因为就是 她是一名抽象艺术家 所以她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她会选择抽象艺术 因为首先对她而言她觉得抽象艺术这个概念 抽象艺术它的表达形式呢 因为她所选取的表达艺术方式 她更加忠性 所以这也就是让她的这个创作视角可以更加的外向 就是可以看到视频的多种可能性 所以她选择了艺术创作中的抽象艺术 所以这就是一部分的工作 我们再来一会儿 我再来一会儿 在我的生活中 我从小时有两个想法 我从小时有两个想法 我从小时有一个想法 我从小时没有发生 我从小时没有发生 从小时没有发生 但是在2018年,我決定是這時刻,然後全部都放在一起 我現在就留在這裡,然後我繼續留在中國 等下,在介紹他的作品,他會給大家具體的講一下 他是怎麼樣進行抽象藝術的 但是首先,他是在自己介紹的部分想再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當他還是一個小女孩的時候,他就有兩個大大的夢想 他說他出生在法國的南部,然後呢,其實他整個的家族是沒有離開過那個地方的 但是在他小的時候,他就覺得他的第一個夢就是想去加拿大 然後他的第二個願望,第二個夢想就是想來中國 然後他說,在他小的時候,他的家人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幻想了,不要做那麼多的夢了 但是呢,就是當他結束他的那個專業學習之後呢 他首先就是在結束學習之後,就是去了加拿大 實現了他的一個夢想 然後呢,他說在加拿大工作生活之後呢,又準備了一段時間 終於在2018年的時候,他又完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夢想 就是來到中國工作的生活 所以,它會有很過份的 所以,這是我的經歷 所以,是我們去這次的一段時間 但是,現在,現在的一段時間 就要到來要來的藝術 所以,現在是這裡的一個期間 我現在要在藝術 那麼,現在的演技術 所以,現在的演技術 所以我的主要是一首演艺术的展示 所以我的主要是在有艺术的艺术的艺术的艺术 那些年以來就在自身上有做的艺术的年紀 但那也是我以前小時候的感觉 我經常想像我一樣的同時我以前是14歲 我现在有了这种意义,这种情感到的。 已经有12年了,我已经想到设计,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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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在第一个人的设计,因为我设计的设计,我设计,我设计,我设计, 我会讨论了一些其他人的文章 在一些小版,很特别的剧场 而是一般的作品 也有过一些作品 这就是一种疾病的艺术 因为我讨论知道一文章是很特殊美术 即是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會畫一位我會畫一位,但我會畫一位表演,這是特別的, 我會有一個人的畫面,而一聯絡,有一段時間, 不管是一位畫面或是一位畫面,是很重要的, 但是是非常有趣的就是我會畫面。 而在文書中,是一樣,但除了一個公司的一位, 它會跟當中的一個人數量、一般的媒體會和甚麼人的世界。 那是中文 也不像平衡的一些人 那就是在NSD 就是因為Francois除了職業藝術家這個身份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在正式講他的作品之前 我是跟大家也介紹一下他的另外一個身份 因為就是說他也是一個專門採視藝術初級出版社的主理 因為這個出版社是他自己創立的 他有讲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书籍呢 他就是非常特殊的 他是艺术家的一些 就是特殊的一些 也不算是很大的一些项目 那总要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出版这些书 他说最早的时候呢 是他首先做的是 自己的一些书籍作品 后来呢 这个合作变多了 比如说像他先带来的这个小册子 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合注的这个作品 就是出版这样的书 他说其实呢 这也算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动向吧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 他说书和那个绘画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 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创作方式 因为呢就是当你画一幅画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从刀有的过程 这种创作的过程是非常令人着迷到 然后呢书它其实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艺术的流界 因为就是说 当我们给书填入内容的时候 当书本出版出来的时候 当这个书从 就是一本一本 人们把它买走 然后从这里到那里 带到了全世界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藝術创的过程 所以呢就是 他既喜欢绘画也很喜欢书籍 所以我设计创作品 所以我设计 是因为我设计 所以我设计 也设计 所以我设计 很早就 就是 刚才我设计 我设计 我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